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玩具过来 大子 松绑 玩具可不能 太调皮了 高鹏 玩具不会被我踹坏了吧 不会的 只要你别用力 它就不会被玩坏 那真是太好了 高鹏 高鹏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跟你一起出门呢 这里虽然也很好 但我很想你 还想念大家 阿斌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方法 以后 我们还要一起去冒险 阿斌 过段时间再来看你 阿斌不笨 阿斌越来越大了 高鹏 以后我会不会再也没办法跟着你呀 救命 我只是好不容易看见了一个童族 有些极度好奇而已 你们就急要对我干什么 我现在一点也不好奇了 没有人认识这些字符究竟是什么意思吗 语言学教授看过了 他们说这不是地球上现存的任何字符 有一个教授说 这有点像阿特兰蒂斯文字 不管它什么阿特兰蒂斯还是亚特兰蒂斯 我只想知道这些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 别只会是是是 让你告诉我 这里是什么 老大 这里好像是另外一个未被探索的城市 我们黑环公司实力不比赤包九头师他们弱多少 我们欠缺的只是一个机会而已 一个全新的 还没有被发现的城市遗迹 这就是一个机会 准备行动 是 城市遗迹 可是怎么看都像一个迷宫呢 这就是空间裂缝吗 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我就不过去了 我给软软说了的 让他听你的话 谢谢堂堂姐 我们走 我就知道你们会回来的 这些都是我的御寿 他们和我一起过去 没有问题吧 当然没有问题 刚才我故意说御寿两个字 但是迷宫监察者毫无反应 所以说这边世界的人类也是有御寿这个职业的吗 你世界的食物啊 味道不错啊 到了 主人就被封印在大殿内 你是希望我能将你主人唤醒吗 可是我并不知道怎么解除封印 应该不是用火烧这么简单吧 主人他是自我封印 只要御使走到宫殿里去 就能自动唤醒他 小黄 你和我一起进去 这究竟是什么别案 怎么这么狼 要不是有元素屏障 五分钟我就可能不死在这里 这是 没想到地面上被冰冻的这具尸体 是血腥逐猎者 那王座上躺着的是 迷宫监察者说 他们的主人是血腥逐猎者 那杀死他的 很可能是这头寒双济世的 神宠进化动态慢重磅回归 9月9日起 每周三连更大放纵 全新冒险精彩升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